年近三十的千赫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独自去往了一个陌生城市 刚下过雨的街头暧昧而冷清 枯叶在脚下翻滚着 秋日的交索迎面袭来 千赫想寻一处偏僻之地 看着年轻而丧气的脸庞 司机似乎猜出了千赫的意图 思索片刻后 他启动了车子 山路狭窄 只有一束灯光蜿蜒而上 最终 汽车停在了深山中的一间民宿前 千赫小心推开门 受险邋遢的老板 从屋里探出头来 突然有客人入住 他似乎有些不习惯 沿着鼻子的楼梯爬上二楼 房间内陈设简陋 角落处裸露着墙皮 柜子里的被褥也潮湿不堪 老板送了些取暖设备过来 并交代说 二十分钟后可以洗澡 已做好了复死准备的千赫 倒不在意这些 在夜灯硬沉下 他一口吞下药物 而后发送了一条讯息 晚安事件 很抱歉 人生 年轻的女孩 就这样送别了自己的过往 一个明媚的清晨 阳光穿透云层 照耀着麦田 一切明亮的如一场幻梦 鸟鸣声中 千赫猛然惊醒 挣扎着起身 在做片刻后 他才明白 自己的复死计划失败了 推开窗子 微风乍起 鸟雀明转 眼前不再是汹涌的车流 而是优身静谧的山林草木 一阵香味飘来 千赫寻着味道下了楼 老板田村正在造钱忙碌着 攀谈中 千赫才得知 自己已足足睡了32个小时 也算变相补觉了 田村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既然自尽未遂 那不如就先坐下来 好好吃顿饭吧 第一口热汤下肚 味蕾瞬间被激活 千赫狼吞虎咽 大快朵银 惊得田村赶紧看了看锅里的米饭 幸好煮得够多 问及民宿费用的事 田村也不太了解 他继承这家店已有三年时间 但几乎没有客人光顾 普通民宿的话 大概每天5000日元 千赫低声念叨道 那就1000块吧 毕竟这儿那么破 又没什么家电 说的也是啊 千赫收获了 来到民宿的第一份幸运 吃完饭出门散步 金氏绿衣的群衫 映入眼帘 虫鸣鸟叫 草木旺盛 沿着僻井乡野小路 缓步向前 路过一间破败民居 捡一块石头放于窗棱 来到这儿的第一天 虽无事可做 但依旧需要某种刻度 来记录着时间 这儿的人家 一般去了城中生活 屋内钢琴 暗自在角落里 积蓄着灰尘 破碎的窗子中 自己的样子凌乱不堪 下意识地整理动作 好似生命复苏的前兆 天气很好 随意挑一出草地闲坐 看云散漫地飘过天边 仿佛连时间都走得慢了些 傍晚时归家 田村正手赶着桥麦面 闲聊中 千赫问及他父母的状况 田村面无波澜地回说 他们因交通意外去世了 很多人觉得这里荒无人烟 总会把车子开得很快 千赫无言 原来哪儿都不只是田园墨哥 伤痛本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所有人都不例外 田村让千赫试着做些巧麦面 于是面条 以一种奇怪的样貌上了桌 不过脉相虽难看 吃起来却很香 毕竟是自己亲手做的嘛 第二日出门 千赫在河边偶遇了一对老夫妇 忍过中年 爱情一去不复返 两人冷言冷语 如对战多年的仇敌 分别时 阿姨送了千赫一些橘子 秋日将近 国书成熟 山里的人还是少了些呀 再次路过民居 千赫突然对那家乐徽的钢琴 起了兴趣 手指跳跃于琴键上 虽不成曲调 声音却格外清亮 独自躺在森林中 枯叶为背 阳光作衣 方轻轻掠过身体 手中的橘子 就像一颗 嵌在光里的宝石 大概是时候 该去买些日用品 和换洗衣物了 在车上 田村猜出了千赫此行的意图 毕竟这里 有著名的自尽圣地 眼镜桥 一个年轻女子 突然来到这深山牢里 大多是怀揣着 无法理清的执念 所以打算什么时候实施呢 不然我做好了早饭 却等不来人吃 就太可惜了 田村用调侃的语气试探着 当得知千赫吞下药物 又醒了过来后 她带着几分轻松嘲笑道 什么嘛 这简直是过时漫画里 才会有的故事啊 而千赫真要感谢自己 用了如此过时的方法 经历了这一遭后 她已放弃了想要资金的念头 只是心魔还在 即使是小城中的超市 也会让她轻易想起 都市生活的焦躁与不堪来 车流汹涌 高楼林立 言语嘈杂 目光如刀 未满三十岁的她 就这样在庞大世界的规则面前 惶恐不安着 狼狈地逃出超市 失魂落魄地走过落雨的街头 宛如一只丧家之犬 好在田村的车子几时赶到 一路上千赫时钟沉默不语 直到路过一家钟表店 她才想起 田村的手表 已在某个时间上停了好久 手表的话 还是上场走起来比较好吧 她下车奔向了钟表店 却不知这块表 与田村的意义 一个清晨 两人约好一起出海钓鱼 千赫却站在岸上犹豫着 她并不想早起出海 却又如在职场上那般 不敢拒绝邀约 正在纠结之际 田村一把将她拉上了船 在魔王般的笑声中 小船轰鸣着驶出了码头 海面上 田村再次调侃起千赫寻死的事 而千赫发泄般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没关系 不算什么 车到身前必有路 乐观面对吧 这些话 我不知道对自己说过多少遍 但每天早上 还是要数够999下 才敢出门 一铁拥挤到 永远需要等第四班到来 合同没签下 就要被上司训斥 干什么都要看客人脸色 慢慢的 我越来越怕见到他们 别人会说 辞职轻松一下就好了 但哪有那么容易呢 辞职了 社交厂商就会有冷言冷语 而且离开了公司 我要如何生活下去呢 像我这样的人 脱离了社会 和此又有什么分别呢 车到身前 哪可能会必有路呀 千赫一股脑地宣泄着 而田村望着远处 没有答话 海水摇晃 一阵恶心袭来 田村笑着说 尽情往海里吐吧 像刚刚青土新生一样 就当打窝了 今天应该能钓到很多鱼吧 此时 一轮续日从山间缓缓升起 海面一片金黄 一切仿若出声 回去后 每每睡上一觉 再醒来时 田村正在摸着镰刀 那个 我觉得有必要和你说清楚 我们现在孤男寡女 共处遗室 所以请不要来偷袭我 还真是单纯呀 我都要羡慕你了 田村满眼嫌弃 然后去了室外 让他在草地上躺下 千鹤将心将疑地保持着距离 抬头却看到满天的繁星 这里还真是什么都有呀 可为什么就不能满足呢 一起熬夜加班 而后去聚餐 周末再打一场草地棒球 有时也是会怀念这些事的呀 田村屋子念叨说 几天后 千鹤突然想起自己 给男友发的诀别信息来 见山石 他没带充电设备 电话号码又没记住 便只能选择用写心的方式 向男友报平安 说不定他已经殉情了呢 虽嘴上如此调侃着 但田村还是第一时间 帮忙送出了信件 看心风上 未写发件信息 他还细心地附带了 印有民宿地址的火柴盒 收到信的男友 很快赶了过来 去山里时 他恰好遇到了 曾搭载过千鹤的那位司机 一路上 司机不停表达着自己的担忧 那女孩的行李箱很轻 又要去荒芜人烟的地方 总之 状态怪怪的 我一直很挂心 连陌生人都能轻易 提察到的情绪 男友却始终浑然不知 与千鹤失去联络后 他甚至未去公司询问状况 而那则写满遗憾话语的 诀别讯息 也被他当成了儿戏的 分手留言 两个无法体察 彼此心虚的人在一起 只会让对方 愈发觉得渺小 千鹤突然露出 释怀的笑来 既然无法相互理解 那就此别过 也好 最终 男友匆匆返回了城市 而千鹤再次留了下来 住了一段时日后 他开始慢慢习惯了 山庄的生活 尽管依旧有着许多不便 比如 想听喜欢的乐队 却只能找到 甲壳虫的老专辑 不过也没什么区别 反正都是在唱 爱与和平之类的 天寸安慰的 再比如 他虽然喜欢吃炸鸡 但看到宰鸡的过程 还是男人会吐出来 邻居阿姨说 现在山脚下什么都买得到 村子里就只有田村 还保持着杀鸡载鱼的习惯 千鹤突然对这个男人 产生了好奇 他偷偷溜进了田村的房间 可看之上 除了田村父母的牌位外 还有一个属于年轻女孩 两个人的合照 也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伤痛与秘密 田村也不例外 三年前 他的未婚妻 从眼睛桥上一跃而下 直到如今 那块情侣手表才被找到 真是一时想不开啊 双鱼死的界限究竟是什么呢 大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年长的老警探不免感慨到 而私人已是 田村无法再去弥补什么 我有手在此地 某某的消化与平调 所以他保持着许多习惯 比如定期去神社祈福 尽管并不那么独现生命 但至少能为自己带来些许抚慰 某日 村中举行酒会 这里是大叔们 消遣时光的重要场所 千赫也跟着凑起了热闹 有多久没看到这么多人了呢 他开心不已 进门便喝了满满一杯 乡民自然而然 把千赫当成了田村的女友 纷纷邀请他来自己家中做客 他也很快和大叔们熟识起来 但无奈不胜酒力 带着醉意睁开眼时 众人推杯换盏的吵闹声还在 这份朴素的烟火气息 让他顿感心安 灰尘的途中 千赫高声唱着歌 虽然不成曲调 却足以宣泄心中欲解 宿醉不用担心 他在门上贴了字条 而后美美地睡了一觉 大概睡眠是最好的疗愈方式吧 再次路过民居时 他弹起欢托的曲子来 而这略显粗糙的琴声 将与山间生活意外的契合 正在低头劳作的大叔 也被琴声吸引 眼中闪烁起光芒来 晚上 千赫为邻居夫妇 送去了自己亲手做的荞麦面 共同嘲笑面条的奇怪形状 竟让夫妇俩的关系缓和了几分 千赫呆站在那里 尴尬又欣喜 第二日 民居再度想起了琴声 千赫寻声而去 发现大叔正认真摆弄着钢琴 大叔说他年轻时是一名挑音师 结婚后才转做了农民 当然 如此大的职业转变 也是因为经历过许多糟糕的事 说着 阿姨走了过来 夫妇俩相互打趣着 而后一人弹琴 一人唱歌 仿佛重回到了 浓情蜜意的年轻岁月 千赫终于过上了 甜淡的 无人逼迫的 田园木格式的生活 一种奇妙的暧昧 也在他与田村之间流转着 一切美好的像一场幻梦 却终要有结束的那天 千赫说他喜欢这座村子 但若一直留在这儿 他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我呀 终归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的 虽然痛苦 虽然并不一定会成功 他无自念叨道 而后转身拥抱着草地 不冷吗 当然会冷 因为我还活着 离开前 千赫好好收拾了房间 破损的墙面依旧裸露着墙皮 或许这是某个 曾来到这里的人 留下的痕迹吧 看着群山的形状 千赫眼中流露出不舍来 林军阿姨特意准备了礼物 一个藤枝 还让田村带来了一句谢谢 所以你帮过他什么吗 千赫也露出疑惑来 大概人与人的机缘 总是在无知无觉间产生的 路上千赫提出 想去眼镜桥看看 这才是他原本的目的地 晚不走去桥新 低头 溪水正奔流着 曾有许多人 在此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此刻浮身的背影 仿佛让田村看到了 自己的未婚妻 大概他也曾在这里 徘徊丑处过 景低轰鸣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千赫 幼暗中 千赫缓缓睁开了眼睛 一束光正照耀着心底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他笑声低难道 虽然你说自己软弱又敏感 但事实并非这样 你有很强的适应力 胆子小却很坦率 不会逞强 还很爱吃 泡澡时会哼走掉的歌 画的画很糟糕 也能大大方方拿给我看 还大言不惭地让我挂起来 像你这样的人 一定会长寿的 冬天就要来了 但是冬去春来 就又能看到花开了 泪水从千赫眼角滑落 在自尽圣地眼睛桥 他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救赎 车站前 田村收拾起东西 可千赫觉得 连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 会让别人笑话 哪有那么多人 有时间笑话你呀 也是呀 没啥 对吧 两人默契露出笑意来 分别的时刻终于来了 背着身的千赫低声问道 田村先生 你觉得我该走吗 如果我说别走 你会留下来吗 田村回说 而千赫继续反问道 那如果我说我想留下来 你会收留我吗 沉默片刻 田村给出了答案 当然 我开的可是民宿呀 千赫眼中闪出些许失落来 但还是好好告个别吧 开起头时 田村已经去车离开 谢谢 千赫再次小声说道 约台上 他发现了 藏在土特产中的火柴河 上面写有民宿的地址 而指尖上的泥土 是他曾来过这里的证据 陈妻照耀下 千赫带着笑意上了车 人生漫漫 他要接着走下去看看 天国遥遥 一部很治愈的电影 这样的影片 总会让我想起那段 996的职场生涯 夜晚不熄灯的鞋子楼 窗外来来回回的车流 所有人都匆匆忙忙 生怕拘于人后 夜晚下班 走过涌着风的地铁通道 总会生出许多疏离感来 城市很大 但能自由呼吸的地方 大概就只有那间 小小出租屋了吧 也曾想过抛下一切 尝试过另外一种生活 落后了 不必去追赶 措施了也不觉遗憾 但哪有那么简单呢 当代人逃离当代社会 是很冒险的举动 多数人都没有离开主流生活的勇气 我也一样 于是便只能拖着 疲累的身体与内心 应付着KPI 以及各种人情事故 这大概就是 当代打工人的宿命吧 逃离繁琐日常 摆脱寂静的秩序与规训 去做一些 有别于自身经验的事 这不算奢侈 但却成了奢望 人生很长 气候冷暖 刺激变迁 山川湖海 里弄街巷 有太多东西 来不及好好体会 所以偶尔也想如千鹤一样 坐一趟不那么拥挤的慢车呀 我是唐景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